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看我几分像从前 正是出发前 咱先查查攻略 与地球一样 火星一年有四季 一日差不多也有24个小时 表面有稀薄大气 因为离太阳比地球远一点 一般最高温度在零上二十度 最低温度在零下一百度以下 深邃的峡谷 高耸的山脉 被冲刷过的地形痕迹 白雪挨得两极 种种现象表明 在太阳系中 火星是最像地球的一颗星星 目前 国际上发往火星的旅游团超过40次 但成功率呢 只有五成左右 足以说明 去火星溜一圈 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冒险之旅 我们从哪来 将去往何处 太阳系内还有没有失散多年的兄弟 带着灵魂的三问 我们正式启程 环绕 着陆 巡视 是火星游的三大经典项目 国际上的旅游团一般只能满足一个项目的需求 而本次天文一号将一次性实现 绕 着 巡 直接来个空天一体化的火星深度游 咱们大致的行程 请先随泽哥到现场感受一下 天文一号探测器正缓缓使出厂房 前往家住区 为飞往火星储备燃料 并与运载火箭整流罩进行对接 这一项火星的燃料已经加注完毕 探测器与火箭整流罩组合体 正从家住区缓缓地使入我们的火箭总装厂房了 将在这里与火箭进行对接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带着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向它的最终发射工位缓缓转场 我们的火星之旅正式开始了 各号注意 点火 咱们从海南文昌出发 闻着椰香 坐着长征五号大火箭上天 这里插播一个知识点 火星离地球最近距离约为5500万公里 而最远距离将超过4亿公里 每26个月会出现一次发射窗口期 当然 火星和地球都不是傻傻站在原地 我们要在地火最近距离出现的前夕 像篮球快弓一样来一次文准狠的球旅人操作 来到地火转移轨道以后 换成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天文一号由环绕器和着陆巡射器组成 着陆巡射器包含进入舱及火星车 经历7个月左右的升空矛游 天文一号将在近火点怒踩一脚刹车 来自蝎子白尾进入火星捕破轨道 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次旅行最最刺激的部分 由于地火通信超过10分钟以上的延时 下面的着陆过程将无法实施控制 完全要依靠探测器自己运行 一旦按下开始键 然后就是令人窒息的9分钟 进入 下降 着陆 简称EDL过程 一切顺利的话 经过气动减速 散系减速 动力下降 着陆巡射器的速度将从最初约4.8公里每秒减速至0 像体操运动员一样 一顿连贯自主的操作 最终稳稳地登入火星 并将平安的信号传回地球 这一幕光是想一想 泽哥都得老泪纵横一把 分离后的环绕器会自主升轨 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的同时 为着陆后的火星车提供中继通信服务 好了 平复一下心情 好不容易到了景点 还不赶紧活动活动 精神小伙 中国火星车 闪亮登场 一辆优秀的火星车 必须要有二阳神一般的洞察力 一对充满电量的蝴蝶翅膀 一部能和老家通话的手机 两扇透过阳光的窗 一套灵活整天的移动器材 各式各样探测火星表面成分 风向 磁场的科学载盒 都得安排着 Come on Pose摆起来 用WiFi相机跟着陆平台 先来一张打卡自拍照 俗话说 守得住繁华 还得耐得住寂寞 如果把玉兔二号玉球车 比作小朋友的话 那火星车更像是一个大汗子 由于火星自转 探测器能源分配的原因 火星车通过环绕器 与地球通信的时间 每天只有十多分钟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地球妈妈匆匆交代两句 接下来就靠大海自主管理 按计划开展工作了 在90个火星日的设计寿命里 它将完成火星空间环境 形貌特征 表层结构 等一系列科学探测任务 为人类更好认识火星 贡献中国力量 好了 此次旅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老铁们 该刷火箭刷火箭 该刷就能刷游艇 当然了 泽哥呢 不是普通的主角 依照惯例 结尾升华 必须要有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人类不会总在摇篮当中 我们探索火星 是人类文明繁衍的必然选择 无论将来改造火星 还是移居火星 这一道车车 将是我们作为先驱者 最好的印记